伴随着与奉行的热过 赵丽颖和林更新的CP让人磕声磕死 戏里戏外尽数甜到吊炸 一声道强的男人能就是九亿少女的吗 甜美不爱的银宝又有谁能管 尽管这粉红泡泡泡的你 却让人不由联想到昔日青涩又低音的CP 彼时的赵丽颖和陈小 男为婚女未嫌 登队的外表加上默契的演技 使得看剧的观众们几乎要以假乱真 2013年陆真传奇 已经上映 赵丽颖单纯软萌的少女感 一下子就抓住观众们的视线 极具欺骗性的笑脸 带着两极反差 最终凭着精湛的演技 演活机智聪明的陆真 当初的赵丽颖 远没有现在那么高的知名度 害羞 寡言使人们并没有机会认识到 她的真实格子 甚至还因为不善言辞 得到很多人的误解 可是暗笑的女孩通常印记都不回答 她在剧中的表现上用力量 形结着一股脑的认真性 剧中 陆真收获了高占的真爱 剧外 赵丽颖也不过了陈小的好大 两个人同放着 观众总是能够说到陈小眼中狂亮 两本 感情生活备受关注的人 似乎就差一个合适的关键点 才能结合到一起 而面对一锣锦锅的财宝 陈小美美展现出了不确定 这个面上总是带着羞涩笑容的女孩 也慢慢退后自己想要向前的脚步 在陆真宣传结束之后 两人往日的甜蜜不动也还是少了字 过去甜蜜的种种仿佛是过眼烟 随风消失 直到神标侠侣播出之后 陈小先是宣布与陈延西的恋情 随后又是求婚 领证 不得变好 这时候观众在恍然 陈小与赵丽颖早已没有恢复 然而 婚姻的经营总是充满各种各样的挑战 婚后的陈小在短暂的幸福 从那个爱笑的大男孩 慢慢变成寡人门 观众们在荧幕上 更多只能看见那固然的神迹性 往日的精神气息 不久之后 赵丽颖给嫁给赵丽颖 组建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家庭 至此 两人分别拥有自己的家庭 再不走 2021年 赵丽颖与赵丽颖彭少彭 观圈时 网友们感慨 又转头开始尊重起 本小的婚后 当初男才以貌的二人 在观众下来 僧名是那么专费 可是 清风顺悦总是充满各种各样 两人追求不过 甚至在错误的时间内 与上彼此 当初的稚嫩 给予不了他们 勇敢为了对人的态度 面对外界的灵难攻击 情务后的思考 这个缘故的积极 在外界沉重的打击下 逃杀了合适的单身之后 任由心中 才对来得及 着重长长的大队 就此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